好 再來看到這東日本地震發生後 重創的汽車業 日本最大豐田汽車 在這工程縣還沿首縣北海道 一共四處工廠被迫停工 日產的包括福島等四座工廠也是停工 位處這正區的另一廠房起火 損失還沒有精確的估算 五個廠區最快要等到13號才能決定是不是復工 據本田汽車已經確定包括峽山 麗木 還有冰松廠都會停產 會不會影響到國內呢 備受關注